本杰克的案例呢是模型库插件啊 管理模型的插件呢大家可能会用过 比如说本迪库啊对吧 它的功能会比较复杂啊 我们这节课呢会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库管理插件啊 比如说实现一些基本的模型的 比如说导入啊 替换呢这些简单的操作啊 然后呢我们把模型呢都存放在了这个 地盘的新鲜文件打的当中啊 比如说我把这几个模型啊 它是组件啊我们点击添加 点击添加之后呢它会在我们的这个 地盘对吧它就会把这些模型啊 进行一个导出啊以及生成一张缩略 缩略图啊然后点击这里刷新一下啊 它就会载入进来 然后这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想 比如说我这个人物删掉了啊 我想导入这个人物的话 我们直接点击它对吧 然后可以连续导入 按空格键就可以取消了啊 比如说导入这个洗衣机啊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导入操作啊 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都会有个替换的这个文字图标啊 当我们选择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就这几个吧 全选啊 全选啊 比如说我把它全部替换成这个啊 挂画啊对吧 或者是这个人物啊 就实现批量的啊 替换操作啊 如果说你自己建的这个模型呢啊 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比如说我建了一个啊 圆柱啊 我们把它创建成组件啊 名称的最好是这个啊 英文或者是数字啊 汉字也可以啊 但是不要带特殊符号啊 我们点击创建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只要点击添加啊 它就会在我们这个啊 啊 D盘的这个新建文件夹当中去啊 导出啊 我们刷新一下啊 对吧 这个就出来了啊 啊 同样的也是它带有替换的效果 这就是一个啊 简易的模型固插件啊 通过这个案例的学习呢 我们会啊 了解到啊 这个网页的制作啊 以及模型的导入 以及啊 缩猎图的啊 如何去把它啊 啊 产生出来啊 这就是一个基本案例啊 后面的课程我们再啊 一步步啊 把它实现出来啊